每次看到一大桌的菜就是不想吃 我都会下厨 给自己做一道这样的青椒炒鸡蛋 做法不仅简单 而且特别下饭 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接下来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多一点的青椒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面粉 接着往里面倒入一些清水没过辣椒 看似非常干净的辣椒 其实要认真地清洗 不仅可以洗去灰尘和杂质 还可以去除辣椒上面的农药残留 洗过之后先浸泡两分钟 浸泡好的辣椒再将它抓洗一下 然后放到干净的清水里面 再简单地瓢洗一遍 这样洗过的辣椒就非常的干净了 接下来把辣椒控水捞出 放在漏篮里沥干水分 然后放到菜板上 用斜刀把它切成薄片 有人说我们江西的女孩子漂亮 都是因为吃辣椒吃出来的 听说喜欢吃辣椒的人 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 全部切好之后放在碗中备用 总是觉得青椒还不够辣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圈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 全部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大蒜 先把大蒜切成片 然后再改刀把大蒜剁成蒜末 剁好蒜末之后放在小碗中 接下来往里面加入一些黑豆豉 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几个正经的公鸡蛋 要不就打四个四季发财 要不就六个六六大蒜 接下来把锅烧热 加入少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先把鸡蛋倒进锅中 然后用铲子快速地将其划散 这样一边高温将鸡蛋凝固 一边蛋黄和蛋白充分地融合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 口感它就是不一样 直到里面所有的蛋液都凝固 喜欢吃那一点的 这样凝固了就快速地盛出 喜欢吃香一点的朋友 就煎久一点 最后全部导成这样的桂花状就可以了 我们先将鸡蛋盛出来 装在碗中备用 锅中留点底油 把大蒜豆豉和辣椒全部都下入锅中 开中小火把辣椒大蒜全部都炒香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辣椒酱 炒出香辣味 炒出红油 这个时候就把青椒倒进来 接着快速地翻炒 把青椒炒软 炒出青椒里面的香气 炒香之后加入少量的食烟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然后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调料化开 接着把鸡蛋倒入锅中 鸡蛋下锅之后再快速地将其炒散 让里面的鸡蛋都能够吸收辣椒和调料的香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还请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移化的支持和鼓励 就这样翻炒均匀之后 一道非常好吃 下饭的青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它出锅装入盘中 即可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做出来的青椒炒蛋香辣开胃 非常的下饭 如果吃饭没胃口 就做一道这样的青椒炒鸡蛋吧 做法不仅非常简单 而且还经济又实惠 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